各位好 今天想要討論一個 有一點虛無緹渺 但是又非常重要的一個話題 就是 學音樂到底可以為我們帶來什麼 我在教課的這個很漫長的過程當中 到現在有三十幾年 大約在二十幾年前 我還蠻年輕的時候 曾經被 家長用一個有點 不懷好意的一個口吻 他當時就這樣問我 就是 老師 我把我的小孩送來你這邊學音樂 有什麼用 學人能幹嘛 當時我也稍微 愣了一下 之後的很多年 我還是會 常常想起這一類的問題 就是我要怎麼樣 很具體的 讓學習音樂的人 能夠知道 他們能夠得到什麼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有些家長在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是想要知道 真的想要知道學音樂可以對他的小孩帶來什麼樣子很具體的好處 有些時候問這個問題的人可能是同行比較年輕的樂手 在跟我討論的時候他們正好對自己的前途有一點迷惘 可能會是這樣的原因 雖然動機不一樣 雖然動機不一樣 但是都被問到這個問題 我想要說 經過這麼多年 我現在想要回答的這個角度是這樣子的 你自己能夠在音樂裡面得到什麼樣子的好處 我們就說好處好了 其實跟你的價值觀有很大的關係 很多時候在台灣 我們大部分人在學音樂的時候 會不知不覺的落入一個思考的苛咎 一個框架 我們會用比較功利的角度去思考 好像變成我非得要得到一個可以在證書上面看見的東西 或者是可以量化成數字的東西 比方說我在音樂方面的努力 為我帶來每個月多少的收入 或者是我通過了某一種檢定考試的第幾集 或者是我成為某一個樂團的某一個樂手 可以拿來很具體的讓所有人都看得到這是一個成就的 這樣子當然這些方向也都沒有錯 那其實除了這個方向以外 還有其他的方向其實是比較容易被忽略的 因為他們聽起來有點虛無飄渺 但是又很實際的 那個是我今天也想要討論的 就是比較內在 比較往自己個人深處去感受的一些好處 等一下我會這樣說 我先來說一下就是比較功利的部分 我必須強調一下功利的角度是沒什麼問題的 唯一的問題就是大家都只用這個角度的話 就太可惜了 因為我們會忽略還有很大的一個層面的好處 是我們可以去感受可以去得到的 比較功利的角度就是學音樂可以為我們帶來的 當然就是可以當成職業啊 可以帶來收入啊 但是這是一個好職業嗎 就可以值得討論了 當然也可以成為一個學科 如果你想要得到的是音樂相關的學位 當然這是一個可以 所以你就非得要學音樂才能得到音樂相關的學位嘛 除此之外喔 學音樂其實也可以間接的 比方說讓你在求學的過程當中 得到一些輔助 比方說你的成績上面 你可以遞出去的資料裡面 有一些你在音樂方面的資歷 或者是你在音樂方面的才能 你在音樂方面的能力 也許可以讓你在職場上面 可以過得更加順利 這些都是一些間接的好處 即使你的工作不直接是音樂工作 是這樣子的事情 那如果你是想要用比較功利的角度 來學習音樂 來投入音樂的話 我會有一個建議就是 越早的年紀開始學習 你的可能性會越大 晚一點的話 你的可能性會稍微小一點 不會說完全沒有可能 但是你要得到的 得到成果的方式會有一點不同 特別是比較直接的成果 你想要做音樂相關工作 你想要得到一個音樂相關的學位的話 那我覺得早一點開始投入學習 是比較好的 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在年輕的時候 比較能夠心無旁鋪的 投入一個自己感興趣的事物 即使是只有短短的時間 我每天只要有一點點的空閒時間 我就想要投入這件事情 即使是 好像現在有學校的課業要做 但是我就只想玩音樂 或者是我就只想打籃球 想打球的就去打球 想幹嘛就幹嘛 他們會把很多的事情都排擠掉 都推開就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這是比較年輕的時候 比較容易做到的 但是隨著人的年紀慢慢的增長之後 其實你會發現有很多事情 必須要顧慮 你很難取得真正的平衡 你要照顧你的家庭 你要照顧你的工作 經濟狀況 身體健康 人際關係 有非常多的事情要照顧 最後能夠投入音樂的這些時間 或者是相關的資源就會變得比較少 所以說即使年長的人跟年輕的人相較之下 學習的速度並不比較慢 理解力也沒有比較差 可是卻會因為投入的資源比較少 而導致在這種比較公立的角度來說 它的發展的可能性會少一點 大概會是這樣 所以如果你想要一個具體的成果的話 就需要考慮到這一點 考慮到你自己目前能夠投入的 資源 特別是時間方面 當然如果你對音樂是沒有興趣 你只是覺得這應該有利可讀吧 我要跳進去 那我覺得 你可能會得不到你想要的東西 這晚一點會再說明 那現在我想要說一些比較 跟內在的好處的感受有關的 就是音樂其實它 在很多種不同的樂趣來說 我們簡單的說 有些樂趣是 就是很直接的 很表承很快就可以得到的 比方說你人生喝到的第一口糖水 那種甜甜的滋味感覺很棒啊 你不需要先理解很多甜味相關的知識 你就能夠透過第一顆糖果第一口糖水 就覺得好棒的滋味 很開心 但是有一些滋味就比較 比較需要學習 比方說 茶 比方說 咖啡 這種喝起來苦苦的 怪怪的味道 不是每個人第一口就會喜歡的 對不對 但是經過一些歷練 經過一些學習跟理解 這當中那些複雜的音友 你慢慢的就能夠體會比較深層比較複雜的快樂 類似的事情會發生在 比方說 繪畫 比方說 文學 比方說 音樂 這些都是需要經過學習才能夠體會到的快樂 而這一種 越深層的快樂 能夠 由於他探索的過程比較 比較需要一點時間 所以需要學習 但是你 感受到的時候的那一種 那種開心是 比較表層的快樂 無法相提並論的 我們需要理解到這一點 那 還有其他的 層面的功能 比方說 在 我舉一些實際上的例子 像 有些朋友他是 已經退休了 在這些退休的朋友當中 有些人是非常專注 在退休前是非常專注在工作 他就是所有的 心力都在工作這件事情上面 或者是都在家庭上面 但是當他退休一下子快速的 轉換到人生的 另外一個階段的時候 在人生下半場他會發現 他的工作放下之後 完全找不到下一個生活的重心 其實是蠻 蠻痛苦的 沒事幹非常的無聊 非常空虛啊 那時間是 對這時候才開始去找事情的時候 其實有一點緩不濟急 事實上也 也蠻 感覺浮浮的 很不踏實 大家都說爬山不錯耶 那我試著去爬山吧 大家都說 欸打鼓不錯耶 卡拉OK不錯耶 或跳舞不錯耶 人家說點什麼我就去試試看 可是這種探索的過程其實是 欸 有一點慢的喔 因為我們在探索自己 探索自己想要什麼 其實需要很漫長的時間 所以你可以想像人從兒童時期 青少年時期 一直到入社會 有那麼長的時間 都還不見得能夠完全的 知道自己要什麼 那突然在退休之後才 開始探索自己 雖然那也是 總要有一個開始的起點喔 但是如果 你在原本就能夠有一個喜好的事物 不管是音樂 或者是其他的東西 有一個喜好的事物 在你放下工作之後 能夠接著繼續投入你的熱情 我覺得那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當然還有很多相關的 其他面向的都是關於內在的感受 那已經不只是音樂好不好聽的事情了 所以說音樂在這方面的好處 它就不是一張證書 或不是一個你的 會進你戶頭裡面的那些 那些酬勞 能夠去相提並論的喔 那現在我想要來說一下 就是關於音樂做為工作的這件事情 在比較年輕的音樂家 他們有的時候是抱著很大的熱情 去投入音樂工作的 但是 就是在 在這個投入的過程當中 我常常看到的 這個過程是後來就是 越來越多的失望 越來越多的失望 到最後就是 退出這一項 這個領 這個行業 這個領域喔 其實 這裡面 存在著一些 一些問題 是人的問題喔 就是我們在體會自己要什麼 發覺自己要什麼的同時 其實也要開始去慢慢的理解 這個社會的產業的樣貌 特別是你要投入音樂工作的話 你要稍微理解一下我們的這個社會的音樂產業的樣貌是什麼 在我同時期一起玩音樂的人 有非常多是抱著一個夢想 我要成為一個 成為Rockstar 因為那時候 我們年輕的時候就是聽搖滾樂 所以很希望自己可以成為某一種類型的吉他手 成為某一種類型的樂團主唱 成為某一種類型的音樂人 可是 我們想的那些model其實都是 都是在歐洲 在美國才會發生的這些事情 在日本才有的事情 可是在台灣的音樂產業的 模型 那個形狀 樣貌完全不一樣 我們並沒有去 實際上去體驗這個 在我們社會裡面的音樂產業實際上的樣貌 當然我說的是 我跟我的 可能同溫層裡面的圈圈 有另外一群朋友 他們可能就更接地氣了 他們的 很直覺的就是 玩音樂不就是 直接表演嗎 不就是在Pub裡面做場嗎 就是成為職業樂手啊 有 有這樣子的人 當然他們就 更加快速的能夠找到他們的位置 只是 這個就有點像是 你自己心裡面想要的 那個樣貌 跟這個社會有沒有提供的 這個樣貌 是兩回事 你想要的 Rockstar 的 樣子 在這個社會裡面沒有 沒有這樣子的 容身之處的時候 那就會成為一個問題 你想要成為一個很棒的爵士樂手 沒有問題 但是 我們的社會 大家並不太能夠欣賞一個很棒的爵士樂手的時候 那就會是一個問題 你可能很難在這個社會裡面得到一個 一種滿足 所以 這樣子的 理想跟現實的落差 我覺得是一直存在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 投入這個工作的時候 我覺得 除了自身的努力 你很想要讓你的技術也好 你的know how 一直越來越成長 可是 一定要花一點時間去理解 這個社會的產業樣貌 大家有沒有人在 在 大家在喜歡什麼樣子的音樂 大家從事的音樂消費是什麼樣的類型 那 這當中有沒有你的可能性 找到你的可能性之後 你會比較知道怎麼樣 擬定屬於你自己的策略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不要傻傻的一直埋頭苦幹 那很有可能你的方向做出來的結果 是大家不想要的 這個是很殘酷的 並不是你的東西不好 大家就不喜歡嘛 那就沒辦法了 最後一件事情 我們再說回功力的這件事情 我們在學習音樂的過程 當然大家會 也許學的別的東西也是一樣 會不知不覺的 用比較功利的角度去思考 我覺得這個是華人社會常有的問題 我們真的是蠻 你可以說現實 雖然沒什麼不好 但是也太無聊了 大家都這個樣子 其實是有一點無趣 其實人有非常多種不同的樣貌 人的個性 人的內心的樣貌是非常 可以非常多元 非常繽紛有趣的 所以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你要記得要給自己足夠的時間 跟空間去思考一下 你還有沒有其他的可能 你也許可以去感受一下不同的價值觀 去感受一下不同的 看待這個世界的方法 因為我們的價值觀常常是在 從出生以來受到家庭教育的影響 受到學校教育的影響 更重要也受到整個社會的 這個氛圍的影響 當大家都很功利的時候 我們好像也就不知不覺的 就接受了這一套做法 我們就用這樣子的角度 來衡量一切事物的價值 這個是非常可惜的 因為它會讓我們的生活變得比較狹隘 如果你是一個很適合公立主義的人 也許你會如魚得水 但是我相信這不是所有的人 都能夠在這當中得到最大快樂的一種生活態度 所以我覺得在無關年齡 在任何時候我們都可以去花點時間去思考一下 你自己是什麼樣子的人 你想要用什麼樣子的方式來過生活 你想要擁抱的價值觀是什麼樣子 這會幫助你在學音樂的過程當中 知道你想要掌握的重點 你要追尋的會是什麼東西 你會腦筋更加清楚 先簡單說到這邊 你好